这群老鼠不仅把猫咪当成零食吃 就连人类幼崽也成为了它们的典型 它们更是打家劫舍的汉匪 把这片世外桃源闹得鸡犬不宁 为了让孩子们不再受到伤害 村民们专门为老鼠养了猫 每天给它们送猫肉吃 可即便如此 老鼠依旧不满足 村里的孩子们个个都遭了殃 直到这天 村子里来了一对父子 奇怪的是 当这对意外来客走进村子 村民们瞬间面露惧色 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可村长见到了他们 反而是一脸诡异的笑容 这座普通小山村里 定然隐藏着一些见光死的秘密 村长把父子二人请到家里 男人名叫五龙 是个专门卖出害药的土医生 儿子患有严重的肺病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带儿子去首尔看病 五龙将医院地址拿给村长看 说外面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美国会免费帮他们看病 随后五龙拿出一包美国香烟递给村长 希望村长能准许他们留宿一晚 到了晚上 村长单独找到五龙 示意他不要将战争结束的事情 说给其他村民 五龙虽然不明白 但在别人的地盘上 他也只好闭嘴 紧接着 村长将他介绍给村民们 还谎称五龙之所以会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躲避外面的战争 村民们听后顿时感到一阵后怕 但眼前最可怕的还是那群吃人的老鼠 儿子心知嘴快 说五龙是除鼠专家 可以帮忙除去鼠患 五龙本想拒绝 但看着村民们投来了哀求的目光 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于是 五龙拿出一只魔笛 当着众人的面吹了起来 不一会儿 棚顶上传来叽叽喳喳的老鼠叫声 随着笛声响彻村庄 所有动物像是受到了召唤师的移动 众人喜出望外 看来五龙真能除掉鼠患 而且村长也承诺 只要五龙能够成功 他愿意付出一头牛的报酬 在那个人都吃不饱的年代 这可是全村一年的收入 五龙正好需要钱给儿子治病 于是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可村长真有这么好心吗 第二天 五龙在山顶测试好方向 找到一处只进不出的山洞 在村里洒满老鼠最爱闻的特制药粉 编织成网状 最后汇集在山洞口 五龙在山顶点燃干柴 并往里面洒下一大袋老鼠最怕的药粉 让其随风飘进村子 然后吹响摸笛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老鼠入套 就在这时 村长悄悄给伟神婆递了一个眼神 伟神婆赶紧摇香手里的铃铛 随着烟雾弥漫进各个角落 老鼠们立马被枪的不行 全部一溜烟跑了出来 村里的人都知道有老鼠 可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就连猫咪见到这阵仗都被吓得哇哇大叫 五龙看着密密麻麻的鼠群 心里不禁打起寒颤 难怪村里要养猫给他们吃 最后 吃人的老鼠群成功被引入山洞 五龙抱起大石头堵住洞口 彻底封死了老鼠的出路 困扰村子数十年的鼠患成功解决 五龙父子成为了全村的大英雄 所有人欢呼雀跃 漂亮的伟神婆更是对五龙暗送秋波 而这一切都被村长尽收眼底 他认为自己的位置受到了威胁 于是到了晚上 村长来到伟神婆的家里 露出一脸圣人的面孔 威胁他不能和五龙走得太近 不听从的话就叨了他 因为上一个伟神婆就是村长逼死的 原来 这个村子之所以鼠患不断 是因为他们遭受了上一个伟神婆的诅咒 十年前 由于战争爆发 村长带着村民们来到山里 向被瘟疫感染的其他村民求助 可他们就是被村长嫌弃赶出来的 全靠伟神婆的帮助才狗活下来 他们纷纷不同意 就在这时 村长将一个孩子掐哭 那些村民听到哭声 想起了自己在因为瘟疫死去的孩子 同情心瞬间泛滥 最终收留了村长等人 然而 村长他们都是一群白眼狼 在站稳脚跟后 他们反客为主 将感染瘟疫的村民关进山洞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还放老鼠啃食他们的尸体 村长本想留下伟神婆为自己笑脸 成人样的伟神婆 早已看透了这帮禽兽的真实面目 他在临死前下了诅咒 村长立马制止伟神婆下诅咒 把他关进封闭的山洞里 一把火把他烧死 然而鼠患也在这一刻开始发生 侵害了村民十年 终于这天有意外来客进入村里 帮忙驱赶走了老鼠 给村里带来了希望 欣怡认为伟神婆在村长长期压迫下 早已有了摆脱对方的想法 趁村长不注意 伟神婆悄悄找到五龙 希望他能带自己去首尔 不知情的五龙还以为遇到了桃花 当即答应下来 可林走前五龙还有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去找村长要酬劳 村长表面很爽快地准备好钱 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让五龙去村口看一下那里有什么 一头雾水的五龙走过去一看 发现那里躺着一只死猫 村长认为五龙并没有彻底消除蜀患 而且在去属时伟神婆也在做法 谁知道到底是谁的功劳 所以不管五龙怎么说 他都拿不到这笔钱 五龙还以为村长在开玩笑 于是大胆地走过去拿钱 谁知下一秒 村长的儿子切断了他的手指 还没等五龙反应过来 对方就将手指头扔了出去 五龙疼得面部扭曲 可村长的阴谋这才开始 他将五龙包里的东西倒出来 拿出五龙去属时的草图和医院的地址 诬陷他是卖国求荣的汉奸 甚至想要拐走村里的伟神婆 此话一出立马激怒了村民们 他们对着五龙父子一顿抱锤 而原本想逃走的伟神婆健壮 也跳出来指认五龙是汉奸 五龙瞬间心如死灰 只求村长能够放他们父子俩离开 然而杀千刀的村长 直接把医院的地址撕毁 五龙治好儿子的唯一希望彻底没了 他想要上前拼命 却被一棒子打晕在地 就在这时 伟神婆突然换好衣服过来 一把长刀贯穿了他的腹部 他缓缓走上前 像被鬼附身了一般 说了和上一个伟神婆 一模一样的诅咒 随后倒在了地上 手里还紧握着五龙送他的发夹 看来伟神婆是真的喜欢五龙 村长知道诅咒即将灵验 连忙在五龙的食物里下毒 接着众人将奄奄一息的 五龙父子给赶了出去 两人从天黑走到天亮 失血过多的五龙终于支撑不住 靠在大树上昏睡过去 儿子继可难耐 他从包里翻找出饭团 就在他准备吃下时 突然发现父亲的摩迪不见了 于是他悄悄溜回村子 并在村长的房间里找到摩迪 另一边 五龙从昏睡中醒来 他突然发现一只松鼠吃了饭团 已经中毒而亡 五龙顿时感到不安 他焦急地四处寻找儿子 殊不知儿子正在吃下饭团 仅吃了一口 他就突然吐出一大口鲜血 随后一头栽倒下去 临死前还紧紧握住父亲最爱的摩迪 等五龙找到儿子时 对方已经没有了呼吸 此时的五龙痛不欲生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明明帮村里做了好事 为什么他们还要害死自己唯一的亲人 悲愤的五龙把儿子尸体火化后 来到了关着老鼠的山洞前 男人用面粉糊在脸上 亲自砸断了自己的左手 接着用伤口止不住的血染红眼眶 他要献祭肉体 和老鼠签订契约 只要帮我 我的身体随你们处置 谁敢相信 男人好心帮村民们驱除鼠疫 结果他们竟是一群白眼狼 狠心砍掉了男人的手指 这次五龙化身恶魔 吹着魔笛 用鲜血指引鼠群大军前进 势必血洗村子 月亮在此刻也被乌云笼罩 村民们早已吸入事先焚烧的麻药 全身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老鼠啃食 饥饿多日的鼠群大军席卷村庄 所到之处啃食殆尽 村长的儿子躲进猫龙也没能幸免于难 企图拿猫恐吓鼠群 猫咪反而被鼠群吓得魂飞魄散 拼命挣脱村长儿子 一爪子给对方干晕 门也被打开 鼠群瞬间蜂拥而至 等村长发觉不对劲出来查看时 门口已经锁满了吃人的鼠群 他赶紧跑回屋内 奋力推开暗阁 里面居然是小鬼子的军服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汉奸 躲在这里是想要当土皇帝 他拿着火把出门 殊不知五龙已经等候多时 此时的他已经变成半人半鬼 一个怒吼就将这老头子吓得半死 他还想要跑 可鼠群大军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村长没有办法 只能爬上鞦韆躲避 五龙当即吹响魔笛 鼠群大军一拥而上 最终绳索不堪重复断成两节 村长成功从鞦韆上吊了下来 没有任何意外 老鼠将他彻底吃了的金光 就连骨头渣也没有剩下 伪神婆的诅咒终于成真 一夜过后 所有大人都遇害 唯独孩子们安然无恙 五龙打扮成小丑的模样 吹着魔笛将孩子们带进了山里 让他们走向死亡 五龙代表着客人 是会驱逐 会吹笛 会制药 能胡防顶 会拐走伪神婆的新势力 是封闭村庄闯入者 也是陈旧黑暗势力的终结者 孩子是整部电影的一个影子 五龙的儿子 代表着人性的真 村民的孩子 代表着人性的因果循环 村长回到村庄请求 当初抛弃的感染者和伪神婆 收留他们的时候 利用了被感染的女人 对于小孩子的同情心 最后却杀死了这些无辜的人 所以伪神婆诅咒他们的孩子 伪神婆说无日之中 无月之夜 客人会来杀死他们 孩子代表着心生 代表着希望 而这无日夜 无月则代表了没有光明 没有了光明 村庄的希望 就会被外来的客人所扑灭 村子里的人代表着人性的丑恶 村长是手恶 代表着人性的自私 村长的儿子 代表着人性的妒忌 新医院的伪神婆 代表着人性的懦弱 其他的村民 代表着人性的盲从 老鼠吃人 只是单纯因为饥饿 而人害人 却各有缘由 这是人性的复杂之处